愛不釋手,金盞滿圓,人手一份的柿子湯圓 研究動機,柿子盛材在冬天,湯圓也在冬天大受好評 所以我們想要把柿子結合湯圓,為了是農園發新商品 讓消費者能品嘗到不受季節印象的柿子商品 試驗在商場上還未有的產品柿子湯圓 帶給消費者不同的新體驗 研究目的 1.了解原效的其源與種類 2.柿子湯圓的製作 3.探討消費者對柿子湯圓的喜好度 作品特色 結合節慶及當地食材 開發新商品 新竹生產柿子加上酒醬風 特有的柿餅 開發柿子湯圓 研究湯圓新口味 提供給消費者一個產生的選擇 創意特質 擁有湯圓創新新滋味式泥 包入柿子丁 包裹於湯圓內 已經鋪條後口感有別於 在市售的元宵內餡 吃起來軟Q帶有清新的四季糯米香氣 前製作業 所需器材如下 所需提前秤取的材料有 水、細砂糖、糯米粉等 製作糯米糰 將糯米粉和七砂糖集水混勻後 並將混合而成的糯米糰取乒乓球大小 入滾水中煮成桂椅 揉勻和分割 糯米糰揉合均勻後 揉搓至條狀分割成15克每個的大小 柿子芡前製作業 柿餅切成條狀 柿子切成丁 製作柿子芡 將赤餅和細砂糖倒入果汁機打成泥狀 再將柿子切成丁狀保鮮 如途就是完成的方圓囉 1. 產品 採用新竹特產赤子及酒醬風餅餅 絕對新鮮現熬果泥製作 2. 堅持手工製作皮薄餡多 製作過程減少SOP流程平時穩定 2. 價格 運合10顆每合40元 2. 一大盒兩步驚喜包裝 送人只有兩箱銀 每合只有100元喔 並付贈桂花坑底 3. 通路應應網購風潮 透過網路行銷提供宅配道府服務 於農產品吃雞或圓消燈會白灘增加布光率 4. 促銷 開放藤購 購買3000元以上小友夾配免運喔 5. 針對冬季及演消節推出促銷活動 5. 辦理10支活動給予折架件 5. 營救結果 受訪者對柿子以及柿子湯圓滿意度都極高 柿子湯圓是個老少潛意的新商品 在受訪者不喜歡柿子飾品的情況下 就可能會不喜歡此產品 得知此結果後 如果受訪者在都喜歡柿子的情況下 就都能夠認同此商品 並且滿意度都極高 會願意購買此柿子湯圓 所以柿子湯圓也會在市場上有它所應該有的價值 結論 1. 消費者對柿子及其製品的購買度更高 2. 更年齡層男女性皆具喜好程度 1. 建議口感則是可以更加的多樣化以及提升外表的精緻外觀 2. 提升商品在外的包裝的質感 2. 延伸發展 3. 過程中湯圓在烤焙後 4. 表皮酥菜且在蛋汁的包裝下前的驚鴻有韻味 因此可以開拓於商圓其吃法的主題來就 謝謝大家